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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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消息指 欢迎视自从10月13号以来便没有在公众场合露面 尽管内部危机重重 但国际舆论口中危险的男人会做什么仍然难以预测 早前作为习近平特使访问朝鲜的中联部部长宋涛 究竟是否会见了金正恩 中朝官方媒体都没有涉及 半岛局势复杂敏感 21号迪京访华的韩国外长康金和 能否在中韩关系转暖之际 推动朝核问题进展就让外界十分关注 先生夺人 美国将朝再列制恐国家制裁声势是否大于失效 独作酬成 面对唯美马首适战的国际压力 朝鲜内忧外患如何反应 风雨欲来 关系转暖 中韩如何携手缓和半岛局势 临东将至更见承担 好 上了知恐名单 这意味着什么 会对朝鲜有怎样史上最大的制裁 究竟对朝鲜怎样的效果 今天我们请出各方嘉宾做顺着分析 首先在华盛现场请教本台著美国记者王宾如 好 宾如说到美国这回重新把朝鲜列到知恐的名单上 对于国务卿来说 他的话是指这样的一个名单 使得制裁朝鲜的漏洞完全被补住了 那也就是说这是一个万物一失的一个方案 所以究竟美国怎么来看这个上知恐名单意味着什么 尤其包括国务卿本人 今天也是在这个白宫的记者会上专门来做一个阐述 您在现场的观察 是的 卢琛 那么蒂勒斯这封话是表示 美国把朝鲜列为了这个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之后 将会为美国财政部在今天会宣布对朝鲜新论的制裁铺平道路 但是这个举措其实主要的目的是弥补美国在制裁朝鲜方面的漏洞 也就是说要扩大制裁的名单等等一系列的措施 但是另外一方面 蒂勒斯也坦诚 象征意义要大于实质意义 因为毕竟美国与朝鲜的经贸往来是有限的 但是采取这个举措在美国国内可以说是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因为这是2008年小布什政府把朝鲜移除恐怖主义名单之后 时隔将近了20年 美国政府再次把朝鲜列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的名单之上 那么另一方面是为了制裁 另外一方面也是希望说服其他的国家不要再与朝鲜进行往来 那么要知道在1987年的时候 美国政府其实当时已经把朝鲜列入了支持恐怖主义的名单之上 当时是因为朝鲜派特工轰炸了 使得韩国的一个客机坠毁 当时机上115人全部遇难 那么在今天在美国国会其实已经有呼声越来越高涨 希望把朝鲜重新列入这个名单之上 那么在今年8月的时候 国会是通过了一个对朝鲜的制裁法案 并且是要求美国国务院在两个星期以前 就必须得出一个结论 那么美国政府是刻意推迟了这个决定的宣布 希望在特朗普访问亚洲之后再进行宣布 那么一方面是希望特朗普在亚洲访问的时候 不要引发朝鲜的挑衅 另外一方面是希望与亚洲国家进行交涉 但是在美国国内现在这个大环境下 特朗普政府把朝鲜列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名单 那是一个大势所去路程 好 到北京现场我们要请教半导问题专家 来自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的战略归教授 好 张教授正向特朗普所说 这个动作他觉得早就该做了 那为什么现在在做 时间点上是如何考量 另外对于朝鲜来说 不是第一次被美国列为指控名单之上 所以朝鲜会认为有新意吗 对朝鲜来说这个震慑力有多大 您的评估 美国采取这种行动 实际上在人们一般看起来并不感到意外 因为很久以前 这个美国就在润嚷着把朝鲜 重新列入指控名单 这个美国在朝鲜核问题政策呢 已经非常明确了 也就是说 首先是进行这个外交和经济 外交的鼓励或者这个经济制裁 如果外交和经济方面的努力失败的话 美国就要动用武力 现在美国把它列入指控名单 显然是进一步在外交和经济方面呢 鼓励朝鲜 给朝鲜进行极限施压 这是预定的一个这个步骤 当然了 这个步骤能不能起的效果 这还有待观察 不过这个可以看出来 朝鲜呢 对这个呢 实际上也是早有准备的 美国呢 也是按照自己的既定计划 采取的这个措施 只不过是现在呢 特朗普访问亚洲以后呢 回去了以后 他发现朝鲜在这个核问题上的态度 自好没有软化 所以在这种背景下进行了这种宣布 好在北京现场 继续要请教美国问题专家 来自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美国研究所的腾建群所长 好腾所长 我们看到美国把朝鲜 重新列入指控名单 当然就回想起在之前 比如说1988年那时候 第一次把 因为那个大韩航空的爆炸 飞机爆炸案 所以把朝鲜第二年 列入到了指控名单 但之后到不知时期又取消了 取消之后的第二年 就是金正日发布了第二次核实验 所以我们就在看 其实美国和朝鲜 在打交道过程当中 美国因为不同的这个政府的轮换 使得他的对朝的政策 其实有一些的反复 或者说是有一些变化 但是朝鲜经济政策 是始终贯穿下来的 所以您如何评估 这一轮的较量 美朝之间是怎样的一种关系 从现在来看 特朗普我觉得对于朝鲜的 这种威胁判断 应该发生一定的变化 因为至少在上一届 奥巴马政府期间 特别是2012年达成229协定之后 那么美国政府采取所谓战略忍耐 因为当时在奥巴马来看的话 我不理你的话 可能朝鲜会自生自灭 也不会对美国构成什么大的威胁 但是随着朝鲜导弹技术不断发展 我们看到特别7月份 它进行导弹实验 已经打到了3000多公里 这样一个射程 那么包括夏威夷 包括关岛的居民 也开始这种民防动员 这个是在二战结束以后 这个首次 那么显示出 美国对于朝鲜的威胁判断 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 那么这次特朗普亚洲之行 我们也看到 把朝核问题的列为 它亚太之行的首要任务 也希望能够动员所有的国家 对朝鲜进行打压 进行制裁 所以我觉得一个大的背景 就是特朗普政府对于朝鲜的威胁判断 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的话 因为我们知道 一旦一个国家对美国 特别是美国本土 构成了现实和直接的威胁的时候 那么美国的领导人 肯定会想尽一些办法 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外交的 甚至军事手段 来铲除这样一个威胁 这个现在实际上是摆在 美朝之间的一个重要选择 那么金正恩我们看到 实际上他还处在一种 所谓的天然的优越感当中 因为在他的眼里 从1953年之后 在跟美国进行的所有的较量当中 朝鲜都是赢的 那么在这样一个优越感之下 金正恩继续在挑战 有关国家底线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举措 所以我们现在在看 美国的政策变化的时候 必须要考虑到 对于朝鲜威胁程度的判断 这样一个变化 好 继续回到北京现场 我们继续请教张良归教授 张教授确实朝鲜对美的政策 其实是一直在往前试探 没有拐弯 始终是既定一个政策往前冲 所以您如何研判最近几个月 其实大家也都在观望 朝鲜并没有太大的动静 一种没有太大的动静 反而给大家有不同的揣测 您如何看这段时间 所谓的平静期 从9月15号朝鲜进行导弹发射以后 一直到现在60多天来了 朝鲜并没有采取进一步的动作 人们对朝鲜何以如此 进行了各种猜测 当然各种猜测都是猜测 究竟什么原因 只有朝鲜自己知道 我想这跟最近一个阶段 朝鲜导弹技术高速的发展 有直接的关系 因为在美国看起来 朝鲜的远程导弹虽然还不太成熟 但是用不了多久 就可能威胁到美国本土 美国对此是不能容忍的 因此最近一个阶段 美国把他的战略武器 向西太平洋集中 特别是调来了三艘航空母舰 这都是打仗的架势 在这种背景下 如果朝鲜采取任何的这种核岛行动 都有可能给美国对朝鲜实施打击 制造一个借口 从这个角度来看 朝鲜虽然言辞很激烈 但是在行动上还是非常谨慎的 我想如果要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待 最近一个阶段 朝鲜的这种成绩 可能是有一定道理的 不过朝鲜的如果 美国的航空母舰撤走了 或者是美韩和日本的军事演习结束了 那么朝鲜进一步采取发射导弹了 或者是甚至于进行核实验了 这种可能性会逐步的增加 好这就是朝鲜半岛的复杂性和不稳定性所在 我们再继续请滕建群所长解读一下 就刚才张教授说的这个话题 确实美国的三个航母战斗群 在这周边震慑着 使得朝鲜不敢轻举妄动 那是否意味着朝鲜正在准备的是 不动则以移动致命 而对于美国除了刚才您谈到的 已经知道了朝鲜目前的变化 对朝的政策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同时军事的选项在降温 还是在不断的紧张和持续升温当中 从现在来看的话 伴随着特朗普亚太之行 派过来的三个航母战斗群 它并不具备发动一场 较大规模的对地区国家 进行武装干涉的行动 因为光靠航母战斗群的话 它还现在应该说还缺一定的兵力 比方说缺两栖作战部队 如果说真的光靠三个航母战斗群 可以对一个国家进行狂欢滥炸 但是要解决问题的话 必须至少要有三个两栖戒备大队 同时进入战区 要把至少两个陆战师的兵力 投送到地面上 但是我们看到美国并没有这样做 美国的两栖作战部队并没有过来 所以从军事角度来说的话 这一次三个航母战斗群 更像是为特朗普亚太之行保驾护航 那么从朝鲜来看 为什么两个多月时间保持这种平静 那么我个人感觉 主要还从技术角度来看的话 它实际上在研发导弹技术方面 还存在着几大障碍 你比方说它的发动机 尽管在年初 它已经公布了自己 在火箭发动机上取得了长度的进展 但是几次试验来讲的话 并不是像它宣示的那样 另外还有遥控技术 它缺乏地面的遥控站点的话 它很难保证自己导弹 在飞行过程当中的姿态的调整 最重要的还有一点就是载入技术 我们看到7月份导弹实验 在进入海之前 它实际上是有几个亮点 也就是说它的弹头 实际上在整个一个冲犯大型的过程当中 已经解体 也就是说它的整个一个 包括材料 包括载入这些技术 还存在着很大的这种不足和缺陷 所以在这样一个技术 有缺陷的情况下 那么朝鲜不太可能 匆匆忙忙地为实验而实验 它必须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两个多月时间的话 应该解决一系列的技术障碍 这个实际上是一种技术考量 好 因为有一些技术短板要解决 那是不是也预示着 接下来的动作可能是令人比较 瞠目结舌的动作 回到华盛顿现场 继续请教王宾如 宾如我们说到特朗普亚洲行之后 可能很多的议题都是围绕着朝鲜半岛展开的 那再回到美国之后 再总结亚太行 包括制定新的 接下来的对朝的政策 目前透露出怎样的一些变化吗 其实现在就我们昨天同蒂勒森的记者会来看的 美国对朝政策还是非常明确的 就是要通过外交手段来化解朝核危机 那么看似昨天美国宣布把朝鲜列为之恐的名单之上 同时今天会加大对朝鲜的制裁 是与这个外交谈判背道而驰的 但是呢特朗普政府呢 背后的逻辑是希望通过对朝鲜的施压 来堵断朝鲜其他的后路 让朝鲜呢能够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 并且呢特朗普与朝鲜的这个 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朝核危机的这个政策呢 在近几个星期呢 美国政府的官员是进行了进一步的说明 那么美国国务院的这个对朝政策 他也代表引入上呢 在最近的一次闭门对话中呢 就提出了美国与朝鲜对话的一个先决条 他就提出了这个60天窗口期的一个政策 他表示呢如果朝鲜愿意承诺在60天内 不进行弹道导弹发射 或者是进行这个核武器的试验之后呢 那么美国就认为呢 朝鲜展示出了对话的诚意 那么到目前为止呢 美国政府并没有否认 引入上的这番公开讲话 那么第六分昨天呢是表示 希望朝鲜呢继续保持克制 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看到 特朗普政府呢现在的确呢 又是采取了对朝鲜施压啊等等的 这一方面这一系列方面的政策 那么特朗普自己的这些言语呢 其实呢也从另外一方面 加大了美国对朝鲜的对话的一些难度 因为一方面蒂勒森在进行谈判的努力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特朗普又表示啊 这些谈判呢可能不会有成效 因此呢这让本来就很艰难的 美朝对话的努力呢 可能会让美国总统 特朗普的这个形式风格 让这个外交努力进一步的艰难下去 好下一次我们关注的哈 就在这个时间点上上个月 朝鲜的外交官前往了 俄罗斯就朝鲜核政策 进一步的说明稍后聊 好目前平壤和莫斯科的关系 正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我们继续请出各方嘉宾做顺的分析 好首先在北京现场 我们要请教的是滕建群所长 滕所长本人也参加了上个月 朝鲜外交部北美事务部主任崔宋慧 在莫斯科的这个活动当中 他在这个莫斯科非常罕见的 就再次声明了朝鲜生死攸关的核计划 应该是在宣示要继续往下进行 您在这个会上要怎样更多的一些信息捕捉吗 我觉得两点吧 第一点就是说朝鲜现在跟俄罗斯走得非常近 特别是在这个三天会期间 那么我们看到崔善记 这个美大局局长 实际上他是以外务省美国研究所这样一个所长的身份 因为这次会议他是一个民间智库举办的 他是一个二轨的 所以派出官员他还是做了一定的桥装打扮 那么大家都知道崔善记 所以他一出场大家都非常关注他 但是整个一个几天下来 我们看到崔善记朝鲜代表团跟俄罗斯方面的互动非常多 那么第二点我觉得崔善记他现在讲了两次大会的发言 那么反复强调一个问题 就是说朝鲜发展导弹发展核武器 不对任何国家只对美国 所以他现在把整个一个矛头对向了美国 那么其他国家的意思就是说不要再干涉 不要再向朝鲜跟着美国施加压力 所以这一点非常清晰的 因为我们知道在上个月的这个七家二军全会上 就劳动党七家二军全会上 实际上制定了这样一个基本的政策 就是把美国作为主要对手 作为主要打对象 那么并不是说他要跟美国开战 我个人感觉朝鲜官员在国际场合说这一番话 主要是还是要为自己的这种发展核岛技术 提供一个借口寻找一个理由 同时也把美国的注意吸引过来 这样的话保持一定的紧张度 那么朝鲜方面完全可以利用这样一个紧张程度 来进一步加快自己导弹技术和核技术的这种研发 如果说现在半岛出现了和平 出现了这种对话出现谈判的话 我想朝鲜再找不出任何理由继续发展它的核武器 好 最后一分钟张教授如何解读这个崔善基跑到俄罗斯做这样的宣誓 可以看出来朝鲜在核战术和策略方面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因为朝鲜的核武器离中国很近 直接涉及到中国安全利益 因此中国更坚定的维护朝鲜版的乌核化 俄罗斯和中国的处境不一样 这样的话朝鲜就可以更多的依靠俄罗斯来从美国进行斗 同时从俄罗斯和中国之间 它也看到了一定的温差 这对它展开外交活动似乎是提供了某种机会 好 今天非常感谢各位嘉宾参与节目 去传言般的分析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